中華民國各界中島一江山烈士殉職兩週年紀念大會 與46年1月20日在中和鄉一江新村舉行 由行政院長余洪軍主持祭典 祭堂佈置莊嚴肅目 烈士已數71人在旁打禮 余院長在致詞中說 一江山戰役雖然結束了 但是一江烈士慷慨成人的壯烈精神 卻永遠活在我們中華兒女的心中 烈士已數孫敬胡代表制達詞後 全體高呼口號典禮在哀樂聲中完成 一江山殉難烈士紀念碑也舉行揭幕典禮 紀念碑高約10公尺 碑文是由蔣總統親自書寫 接幕後舉行公祭典禮也是由余洪軍院長主祭 各機關首長和各界代表五百餘人陪祭 一江山烈士是每一位中華兒女的模範 我們應該光大烈士的壯烈精神 完成復國建國的大業